在当今社会上 有一种智慧交引 赢者 藏眼 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对于女人来说 拥有福气更是特别的重要 然而 让自己变得幸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会发现 有些人似乎总是充满了福气 一直活得如此幸福 而一些人 总过得比较不容易 不那么幸福 那么生活 究竟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我们女人拥有更多的福气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方法 能与我们的常规想法是不同 它并没有什么身高的学问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 那么它的核心就是 隐藏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越会藏 越有福气 藏在这里 可以理解为是 保持低调 不张扬自己的成就和优点 更不与别人去攀比 同时 也不要沉默不语 而是强妙地运用各种方法 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美好 母庸置疑 女人们天生就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智慧 她们深爱这个道理 所以能够充分地利用这种福气的秘诀 第一就是 不试态 大家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里面的甄嬛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试态 因为内心比较强大 处理问题能力比较强 从来不会把失态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她的通透让我明白 厉害的女性特点 就是从来不失态 水质轻泽无语 第二 生气是最无能的表现 身边好多的女人 动不动都生气 结果更年期 体险 月经失调 躺在病床上才明白 生气就是帮着别人欺负自己 凡是让你生气的人 都是不在乎你的人 既然大家都不在乎你 所以我们要懂得 懂得自己照顾自己 第三 不抱怨 抱怨是能量不足的表现 需要提升能力 否则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 命运不会朝着好的方向横头 命运好 才欲望的人 心里都踏实 不浮躁 命运就是很好 日子过得越来越顺 第四 幸福是比较怕晒 越晒幸福越饱 幸福需要藏 藏得越好 幸福越长 否则真的会灾难不断 炫耀是一种虚荣 其实就是显白 显白会丧失水分 所以福气就少了很多的 五 不清高 清高是贫穷的标志 所以越清高 财运越不好 我身边很多的财务宽裕的人 没有一个是清高的 都会放低姿态去接触有能力的人 那么只有这样 命运的齿轮才会转动 好运才会光临 聪明的女人 她们懂得在社会上 社交 能够特别好地控制自己的形象 她们不忙碌追求虚荣 点赞和评论 而是 善于选择有价值的内容来展示自己 给人一种内深外浅的观觉 她们会通过 发布精心照样的照片 聪明有趣的文字 和舒适又平均的生活方式 来传递自己的福气 其次 她们特别地善于把握机会 但是又不会过分地张扬 因为她们会在关键的时刻 敏锐地捕捉到机会 并且展示的自己能力 但又不会刻意地 让这些展示过于突出的 她们懂得和身边的人 分享自己的成果 并且又不会让自己的光芒 覆盖过别人 所以 她们懂得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平衡 她们对待朋友 家人 同事 都会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不会疏远亲戚 她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感受 也懂得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和争议 最后 值得提的是 她们注重自身的修养 她们明白 内心的平静和智慧 才是真正的福气所在 她们懂得独处的美妙 可以静下心来寻找自己真正的需要东西 而不是盲目地追求物质满足 在这个福道的社会 对于女人来说 藏并不意味着完全隐藏自己 而是一种内外兼修的智慧 在适当的时候 她们会勇于展示自己的优点和成就 但又不会刻意地让自己显得过于突出 她们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使自己的福气看起来恍若无事 但又不失损其他 作为女人在追求福气的同时 也需要明白 幸福并非取决于外界的眼光与评价 而是建立在内心的满足和平和之上 只有真正的懂得如何藏 才能够拥有持久的幸福 成为真正福气的女人 所以我们每个女人都会越藏越好 越藏越有福气 有句话说的好 一个女人有福气 会给全家人带福气 甚至这福气能够影响一个家族 到底什么叫福气 有人说 嫁了一个好的老公 也有人说 儿女争气就是福气 要我说 这些都是真家人的福气 真正的好福气 是女人自己的福气 仔细发现 有很多有福的女人 往往身上有这几个特点 认真修炼 你也可以福气慢慢地来 马克图文说 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 它可以使盲人赶到 融资闻到 曾经付出的善良 或许不会马上有回报 但经过时间的流转 将来在某一个节点 自然以这样的方式 那样的方式回报你 善良它好比一个积极的磁场 会帮助你吸引到很多的好运和幸福 人心善想 虽然福报或许会有来 但是慢慢地到来 但是灾难却已远离 一个女人的努力 不是成为一个女强人 而是为了安心小鸟依人 又能够精彩地自力更生 每天告诉自己没有公主病 但一定要有女王心 因为你不坚强不努力 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别人的累赘 有句话说 理解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善解人意 学会换位思考 多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就能够少一些误会 少一些冲突 让我们学会隐藏自己的 骄傲和优点 散发一种平和内敛的光芒 成为拥有福气的女人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再见